最近反对派公开说 9月立法会选举 如果他们拿到超过一半的议席 假如政府又不答应他们的五大诉求 就会反对所有的政府法案和拨款 反对派现在明目张胆露出真面目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讲明揽炒 结果只会令到大量的市民失业 减薪、社会同堂、经济衰掉 最惨他们一早就有四年 我想到时香港比受疫症更惨 那极有排阶 他们这么猖狂 经常说三五家席位 是因为区议会胜利 令到他们充分了头脑 失去了理智 更加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 自以为行为越激 市民就越支持 另外这批人都是 持住四年的铁饭碗 只要入了议会 他们就可以得到高薪厚禄 又可以用一计的公帑 请自己有 为所欲为 结果好处被他们拿尽 虽然市民受了 真是靠害 大家要想清楚 现在反对派说明要 捣乱、揽炒 带香港走向萧条动荡 如果这样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个真的是香港人的选择 怎样痛苦都是自己拿来的 如果至于中央糾正 变相是香港人犯错 中央埋单 分钟被外国借一些议制裁 造成很大的动荡和震通 香港人要想清楚 要清醒 要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和平稳定日子 是要自己争取的 香港人自己救自己 未登记做选民的 快点去登记 请讲传 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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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传